有朋友問你,買中銀香港好還是中國銀行好? 3988和2388,你會怎樣分析? 買本地銀行股好還是買內銀股好? 內銀股雖然大家都是銀行股,但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內銀股的道理是類似內銀股 註定的一件事就是內地有一系列的救市措施 托著經濟不會被內房爆 內房不爆了,內銀股的資產質素就有機會可以保持到水平 不需要進行大量撥避 以往的牌,不用盈利有暴升的狀況 有很穩定的盈利增長 但你看到股息率,就會變得很吸引 但是中銀香港,本地銀行股上面 衝敬疫情過了之後,香港的經濟可以好一點 中小企的貸款和經濟活動,短線就死硬了 但問題是長短,長短整個2022年來講 憧憬最壞的時刻異過 甚至本地銀行可以受惠的加息 美國加息的一樣東西 剛剛就說今年可能加1.5厘 你看看現在的高幅 一個月,大家在樓宇按揭的高幅上面 銀行隨時沒有錢賺到入獄 但問題是虧入獄又不會虧很多 銀行有大量的本錢 資本充足比率很足夠 還有強勁的派息水平 所以你博財式兼收,中銀香港是好一點的 但如果你求穩定的話 你信內地的政策的話就應該買3.9.8 所以我覺得安全一點 是2.3.8 進取一點是中國銀行 兩樣東西真的完全不同 蘋果和橙給誰好吃一點 我覺得沒有意思 但如果純粹我覺得 我的意見上面 我會喜歡本地銀行多一點 我覺得銀行股裡面首先是恆生的 其次才是中銀香港的 但分別真的不大 這些位置買中銀香港 道理跟之前高位追了9.4是一樣的 如果你短線這些位置出售的話 有機會回到30元 30元在這些位置出售才會買得比較舒服